现在做红烧肉 红烧肉切成 两公分左右的大块 焯水洗干净 去除血沫和意外 锅底垫上葱和姜 还有用盐制过的萝卜 其实没有多 这就是沙沙水去除里面的色味和苦味 现在开始炒糖色 锅底放一点油 放些糖 用小火炒 炒到起泡泡的时候 加一点热水烧开 然后就倒到 倒到这个炖锅里面就可以了 再加一些酱油生抽 还有适当的盐巴调味 然后炖个一个半小时 再烧这儿红烧肉就完成了 年菜必备 它已经成了琥珀色了 这时候要特别小心地盯着 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糊掉 糖色还是非常漂亮的 加点水把它烧开 然后再倒入炖锅里 下面加上老抽 生抽 生抽 提鲜的 还有一些大料 里面有一小块肉桂 两个八角 还有两片的香叶 水和肉差不多齐平就可以了 然后等开的时候 你可以尝一下咸淡 如果是淡的话 少微再加一点盐就可以了 我现在还没有加盐 我等一会儿尝了之后再加盐 现在可以盖上锅焖了 大火烧开 然后中小火炖一个半小时 红烧肉上面我剪了一个落盖 这样放在上面再炖肉的话 收热比较均匀 也不会溢出来 等到最后收汁的时候 再把它拿出来就好了 红烧肉已经炖了一个半小时了 现在开始烧汁 可以大火收汁 收汁到它的这个汤水有点浓稠 然后感觉冒泡泡 像炒糖色那种感觉的时候就可以了 也要小心 不要收得太干 红烧肉开始摆盘 用萝卜来垫底 然后把肉放上去 炖得非常漂亮看到没有 红烧肉做好了 困难的问题是萝卜会肉到底哪个好吃呢 还有这个姜片很多人喜欢把它丢掉 但是我觉得姜片的味道 最后成品的味道会更好 我都不丢掉了 我把它直接吃了 又健康又美味 红烧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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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